倒数计时再过几个小时 连准会要公布 他们最新的利率决策了 当然这一次几乎9成9底定 目前这是最新的利率 9成9都预定这一次不会降 甚至于下一次在7月31号 也9成1预定是不会降 也就是说从Fed Watch看起来 目前最快的降息时间点 可能落在11月份 那可是大选之后 拜登现在的民调跟声势 能够经得起大选之后再降息吗 无论如何今天晚上 鲍尔他的态度非常重要 来 起展我们请上台来 今天晚上鲍尔会讲什么 沙盘大推演 好 没错 那我们先讲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先排除意外降息或意外升息 因为这两个加起来 几乎可能不到1% 所以我们先把它排除掉 但是不代表他不可能降息或升息 不代表 所以还没有公布 还没有公布 还没有公布什么都有可能 他们搞不好 等一下公布的CPI 你看到的时候已经公布了 搞不好就CPI 你的证据给你跳到4% 糟糕了 升息 对 其实是有可能的 不是完全不可能 只是基础真的很低 所以我们先假设 在这个维持利率不变的状况下 那看的重点在哪边 很简单 第一个看汇后声明 汇后声明呢 因为之前都说 我们可能会随着经济表现作为来的政策调整 那有时候他比较激进一点 像建一月 那因为太多人期待三月降息了 所以他在一月里面就讲说 三月降息基本上不是我们的主要的做法 所以他有可能告诉你 接下来例如说一季内 或者是下一次利率会议不太可能降息 那这样子的做法就维持原本的概念 就是基本上短线上降息的时间 可能例如说9月或11月 没这么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同时公布的这个利率展望 因为他们会公布的这个点证图 经济展望 事业率的看法 那他可能如果 我们做个假设 他如果看到一些经济没那么好的讯号 那他可能调整了这个未来的GDP表现 那可能降息的时间点就会提前一点点 那有可能他们来修改关于降息的预期 因为原本在三月份公布的时候 觉得今年还有可能降三码 但是现在觉得降三码局好像很低了 所以会有这些变动 所以我们来看 最有可能的大概是70% 那维持着原本经济变化来调整政策 也就是经济好 那我们可能就先不降息 然后通膨高 我们也先不降息 但是如果经济出现危机了 通膨下去了 那我们有机会来降息 维持这个看法 那但是呢 目前主要多数预设就是 三码今年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预期把降息的幅度 下调到一码到两码 那都有可能 因为其实上一次的这个利率展望 就是三码的最低阶了 那如果稍微调整一下 可能就是二 那如果觉得经济其实还算稳定 那可能是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美元美债基本上会维持原有的趋势 现在的趋势是美元其实算 反弹当中 反弹 对因为降息预期它也确实下调了 对 所以呢 维持反弹 然后美债 美债在这边呢 它其实还是有可能 例如说在4.3 4.4之间震荡 有些会慢慢往下走 但是你期待它跟往下到4%下方 几率不太高 我们等一下会讲为什么 这是现在原有的趋势 然后你觉得它的几率可能是70% 对对对 没错 这是市场的主要预估 那所以呢 出现这样的走势是比较安全的 那接下来就是没那么安全 变数多了 第一 那就是汇后声明呢 一样维持着看经济表现调整政策 大概基于是15% 但是今年预期就已经不降息了 有可能 因为目前看起来通膨压力 是确实有点在回温了 那部分委员他也说通膨如果下不去 我们考虑升息 在这个时候点证图的分布 可能就会开始变了 那请大家记得 降息到底几次这件事情呢 除了用点证图里面去算最多的 那一个呢 他们是用中位数算 有时候看谁想升移 谁认为利率到哪里 那算最中间的那个 去视为最有可能的走势 那在这样的情况 如果今年他们认为可能不降息了 这很阴耶 这蛮阴的 对 那美元会表现比较强 因为毕竟原本是觉得降息幅度下调而已 那变成不降息 那当然对于美元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然后呢 美国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有机会重返4.5%上方 因为现值现况大概是4.4 那因为其实年初大概是3.78左右的低点 又弹起来了 所以呢 其实慢慢的消化这个降息时间点 往后延 慢慢的消化降息幅度下移 这件事情是市场一直在消化 所以你说下跳到很高 我觉得机会不大 不大 但是回到4.5%是比较有机会的 另外15%基于是 他开始讲了 有没有可能今年会进一步的升息 因为我们还没有公布的CPI里面 那如果真的高了起来 那其实大家都会警戒了 因为像PC物价指数 还有一些通膨的指标是有上来的 所以如果他认为通膨压力又回温 确实是有可能说 我们有进一步升息的机会 但是只是机会而已 不代表一定会升 那今年就有可能变成 我不降息 或者只降一 因为进一步升息是需要通膨更高 但是通膨不一定会这么高 所以他不一定要升 那所以就会可能 我可能不降息 或者是降息幅度变得比较小 那因为大家会先被这个吓到 所以在这个时候 美元指数有机会就会冲上来的 有机会来挑战106关卡 因为上礼拜公布的就位数据 公布之前基本指数大概104 公布之后一根跳到105 那正正 如果今天再给你更硬派的 有机会一根跳到106 但是能不能再过高 就不一定 我们等一下会来说一下 其他有可能的状况 然后呢 这个美国实验债的殖利率 就比较压力大一点了 那就有可能会来冲到挑战 今年的高点 那目前今天的高点大概是4.78 那有个月再往上走 因为如果不降息 大家还觉得还算安心 但如果有进一步升息的机会 那当然债券比较大的抛售卖 其实上礼拜有公布的就业数据是两极化 那我刚刚有聊过了所谓非农中列结构问题 对不对那但是呢 这边出现问题是第一 大家看到了非农就业是高出预期很多 对那可是失业率又往上升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投资朋友就问说 这不是很奇怪吗 为什么会这样 那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因为这两个数据是不同的机构去调查的 一边是调查人问你说你有没有工作 那只要你有工作你就不是失业 你没工作你一常找工作你就是失业的 那在调查非农这边呢 它是用职位来调查的 也就是如果是一个人打三分工 那他就会有三分薪水 那非农会被算三个 所以会有这个根本上的差异 但是如果今天你单纯看 由失业率组成的所谓的CPS调查的话 它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那这个呢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因为为什么失业率会坦升 其实是因为美国五月份 它的就业人口大幅减少 减少了四十点八万人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经济降温讯号 那我们去统计的过去 从一九五零年到现在 只要是就业人数大幅下降 就是经济衰退的起点 但是因为太长了我就不列出来 我就列从两千年到现在的走势 好那这个呢就是总就业人口 这个蓝线是总就业人口 不是每个月的波动 总就业人口 然后呢你会发现 这个灰色底部的是经济衰退 你会发现哦 这个总就业人口 它其实有点像美股 就是它多数情况在上涨 只要它下来就没好事 那你会发现涨到高点开始下来的时候 经济衰退 开始下滑开始衰退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路上涨 它会整理一路上涨 一路上涨 基本上不太会很往下 只要它明确往下 那这边是有点 不能说是就业数据先掉下来 那是疫情 所以那时候是同步往下 所以呢过去每一次都是 建了高点开始衰退 建了高点开始衰退 那这一次呢 其实也是上上上之后 但是这一次就业数据的高点 落在去年11月 也就是这半年来 就业人数是慢慢往下的 那尤其是从4月到5月又大幅减少 所以如果接下来再往下 很有可能从这边开始就是经济衰退的讯号 是 所以如果报了想要降息 他就可以回来说 我看到了就业数据不好的现象 失业率都升到了4% 那我需要预防性的降息 第一个想降息就是说就业人数开始下滑 因为本来真的也开始下滑了 这是真的 那第二个想升息 CPI PCE CPI都有上来 想升息 那如果没把握 我们等经济数据来决定下一步 那通常啦 其实因为不能讲 基本上是每一次 都是发现了真的已经要进入衰退了 就会赶快开始降息 那所以这个时候 当你没把握到最后一步 看清楚了有把握了 那就是经济衰退了 那如果来看这个美国的长天气公寨 我们以10天气公寨之余来说 日K等级的反转巡逅开始浮现了 但是不容易跌破4%的水位 不容易往下穿破4% 为什么呢 很简单 这样子从这个低点3.783 到这个高点4.739 这个是多头 没问题嘛 就是上来往下 底部有垫高 高点有过高 下来底部有垫高 高点有过高 对不对 到了这边 可是从这里开始就进入了 高点没过高 低点有破底 转空 对不对 所以这里开始确实是一个往下 所以攻在直率往下 所以就攻在价格上场 好 那我们把它清掉 那你会发现什么 如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技术分析 你会发现 这么大的头部出现了 对 对不对 那颈线就是4.313 那这边是 低点是4.275 所以它是有破这边的低点 所以很有可能 这个头部也会延续 所以它既有盘跌格局 又有头部成型 所以我们把它清掉 好 所以这样 接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意外的话 往下机率确实比较大的 可是空间也不多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你要想 这是去年12月的低点 3.783 那那时候 大家有印象的话 那时候都在讲说 美国2024年要降个678 假设6码就好 好不好 假设6码就好 那现在公布 假设今天 现在是4.4左右 对 那给你公布 今年降 我们积极点降2码好了 那就是什么 跟这里差异是4码 那也就是 如果我今天 只降2码 那不可能 到这个水准 因为这是降6码 所以出现的水准 对不对 所以现在价格已经先反映了 所以他有可能往下 那你说稍微超越一点点 先继续反映 那有机会来到 4.2 4.1 但你说要破4 那毕竟什么 降协幅度没那么大 你利率 今年给你加2码好了 那就今年底的 美国基准率率 其实4.75到 4.75到 4.75到5%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你说 利率 实践离关职率要跌破4% 当然是机率不太大 了解 那我们看下美颜指数 那美颜指数呢 其实你看 我们再多一点点 再多一点 好这样可以了 你看美颜指数确实是什么 从这里去年低点 弹起来 弹起来到这边高 那他其实跟刚刚的 美国公债有点像 是不是从底部电高 变成高点不过高 低点破底 原本是这样 但是什么 他在这里 大概这里的低点是 刚刚讲的103.88 那撑住之后 打了一个小底部就上来 那这边大概是 106大概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分两段来看 今天不管美国公布的数据 好或不好 美元要强 就是守住105 至少什么 把原本这个压力去 如果下来 这边好不容易突破 把原本这个压力去站上去 所以站在105上方 美元指数持续反攻 那如果美元更强一点 就来挑战106 但是你要 要过106.5 目前看起来比较不容易 除非什么 真的有升息的 继续大幅提升 他才有机会 一根冲上去 所以在美元这边 我的定调会是 他把这空头格局 暂时结束了 慢慢逐底往上 但是因为上方的 反压比较强 反压比较强 你要很快的冲上去 比较难 了解了 非常清楚 谢谢七战 请先回座了 所以今天晚上 到底第一个鲍尔怎么表态 我们三大情境的沙盘推演 怎么样联动美元跟美债 永远给您做参考了 好 不过除了美国市场之外 我们说日本市场 之前不仅巴菲特锁定了 而且赚的口袋 麦克 最近很多的国际大咖 也锁定了日本市场 日股脱胎换股了吗 现在值得进场吗 休息一下 自动告诉您